在中国近代史上,受到世人瞩目,创作范围最广的书画家,首推张大千先生。 张大千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画风从未见已降,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历程。 晚年又开创出中国水墨画风,可谓承先启后及大成的书画家。 现在就带您走入张大千的艺术世界,品味一代宗师的作品。 位于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先生纪念馆《摩爷经社》,是张大千晚年创作与居住的处所。 他亲自设计新造两层四合院建筑,搭配中国式庭园。 摩爷经社的摩爷二字,出自佛教典故。 释迦牟尼的母亲,腹中有三千大千世界。 因此,张大千就把他的寓所《大千经社》取名为《摩爷经社》。 张大千先生原名张元,又名张继。 也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生于1899年,一生充满传奇。 张大千曾经赴日雪染汁,又入寺为僧,到甘肃敦煌临摹壁画,前后三年。 随后在中国西南四处游历,真山实水的观察,成就了张大千此一时期苍茫秀润的画风。 1949年大陆局势逆转,张大千由成都来到台湾,旋即转赴印度,来回印度与香港,之后移居南美洲,在巴西桥居16年。 1969年转往美国定居,在海外近30年。 张大千虽四处游历,对居所却十分考究,不论四川梅村,巴西巴德园,美国可以居和环碧安。 到台北的摩爷经社,均集赴园林之圣。 比方说像我们在户外这边有一个池子,那叫做隐儿池。 那其实隐儿池它是汉代威央宫的一个人造池,它是用来观月赏月用的。 那关于大千先生的传说是非常多,据说大千先生小时候被家人抱在手里, 然后指着月亮,叫他看的时候,那大千先生就会哭,所以他不能直视月亮。 那所以呢,大千先生来到这个摩爷经社之后呢, 他也在他的园林里头凿出了一个池子,那池名叫做隐儿池, 其实是用了前人的典故。 张大千早年专注于传统笔墨,从模仿古画入手,作品饥渴乱真。 在亲赴敦煌林模壁画之后,因为得以一窥唐颂画作的精华, 画风为之批变,树立一家风格。 林模敦煌壁画的喜炼,让张大千重新掌握住中国画, 在宋元以后逐渐失去的色彩生命。 经历浓艳的壁画时期画风, 把他的绘画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限。 张大千的荷花中外闻名,他在1940年代的巨幅作品《墨河四连萍》, 笔经莫妙,气势雄伟。 巧笔画出荷花,荷叶的生长情态与局部细节。 构图巧妙,也收藏在国立历史博物馆。 另外,这幅《水电暗箱卷荷花》是张大千1962年旅居巴西石所作。 此时张大千已经开创出泼墨画风, 全画以不同深浅的墨色,渲染荷叶的远近, 传达出精妙的空间感, 将荷花枝叶生机蓬勃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利用这个横卷当中的几个重要的特质, 譬如说它可以具有这种时间的连贯性, 或者空间的移动性, 甚至可以把不同试点的这个物像齐聚在这个画面当中, 他利用这些特点来表现荷塘上的荷花, 是我们一段段的展开可以看到, 它画这个荷叶或辅或阳, 或者是上下翻转, 那呈现的这个荷花呢, 或是绽放,或是被掩盖,或是含苞, 那它就这样子一卷一段一段的去呈现这个荷塘当中, 这种荷花生长的摆态, 看起来相当的生动自然。 中国元明清以来, 职业画家的青绿农艳, 跟文人画派的水墨秀润, 被张大千的巧手调和之后, 另辟蹊径, 创造出独特的意境。 张大千的山水花会气韵高雅, 把传统精华融合成一家。 万年画风再变, 喜欢用青绿及水墨创作大幅泼墨, 作品淋漓尽致, 气韵苍茫不羁。 张大千绘画艺术丰富而复杂, 创作力源源不绝。 他的前半生画风保守, 后半生前卫。 至今的水墨画家, 仍未有人走得比他更前头。 张大千将各家各派上千年的画风技法兼容并续, 加以统合整理, 表现在他的作品上。 他有园丁、有护士、有司机、还有他的家人。 所以其实都靠张大千先生的一支画笔。 那张大千先生自嘲自己是个乞丐, 因为他常常因为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开销, 他的经济陷入拮据, 他必须要不断地开画展嘛, 或是不断地卖画。 但是我们看到他虽然在这个自画箱里头, 他虽然一手脱波, 一手拿着拐杖, 好像一个乞丐的形象。 但是他这个画, 他的眼睛其实非常种种有神的, 他其实还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画家。 1960年代, 张大千在西方思潮影响的大环境下, 发展出了独特的颇彩技法, 创作了不少融会古今、 学贯中西的作品。 这幅画作原名《卢山图》, 是张大千在1960年代旅居巴西时的画作, 收藏在监察院有半世纪之久。 经监察院剥交国立历史博物馆典藏后, 以画作主题更名为《深山古博》。 松博是坚毅高捷的象征, 古代监察御史又称博台。 张大千赠送《深山古博》给监察院, 可谓含义深远。 国立历史博物馆有不少张大千的经典作品。 《大师狂图》系列展现了张大千创作题材的丰富性。 其中,《侍女法寺》的囚禁笔法。 松下高市的流畅衣文, 所显露出的神韵和潇洒, 均展现其过人的画迹。 这幅《下山云铺》是张大千晚年 泼墨泼彩风格成熟的代表作。 画面采取鸟看试点, 从高空俯视夏日烟蓝云雾 漂浮于山林上空的奇景, 气势庞大,造尽雄奇。 这是张大千在1970年, 也就是他创作泼墨泼彩风格晚期 所作的一件下山云铺。 那这件作品呢,在史博馆的馆藏当中, 与另外一件深山古博可以并称为双臂。 整件作品是抽象跟具象并具, 虚实相继,是一件气象万千, 酣畅淋漓的一个精彩作品。 张大千可以说是继承了传统绘画的生命, 又吸收了新时代的能量, 重新赋予了传统中国书画艺术的活力, 创造出国画泼墨泼彩的个人风格, 也为中国的山水画创造了新的纪元。 因此,有中国艺龄五百年来一大千的美誉。 也正因为它入股极深, 从传统汲取的养分构丰厚, 因此能够融合并且奸善各种画科, 以及历代诸多风格。 这一点,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能够超越它。 它在突破创作技法的同时, 重新去认识并且肯定传统的植树, 使它的新风格有深度,有厚度。 最后,也让后人知道并且启发了, 在传统跟现代之间, 并非是绝对的对立或者是分割的。 而这一点,也是奠定它 在中国绘画史上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 1965年,张大千在法国南部 与画家毕卡索会面。 东西方的一代艺术大师, 因缘际会传为佳话。 云游四海, 饱览名山大川, 丰富了张大千的创作灵感。 1976年, 张大千决定返回台湾, 住进了他亲自设计的摩爷经社。 园区内还饲养了鹤与长臂园。 喜欢猿猴的张大千, 据说是猿猴转世, 所以喜欢猴子。 他的作品也常出现猿猴的身影。 摩爷经社角落的梅秋, 安葬着1983年4月过世的张大千先生。 过世前, 当时的蒋经国总统, 曾经颁赠张大千先生中正勋章, 表彰他在艺术上的杰出贡献。 大千辞世百月后, 家属遵其遗愿, 捐出经社成立纪念馆, 交由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 必使参访者有机会得以参访大师故居, 缅怀先生的艺术风采。 与台北故宫毗邻的摩爷经社, 很巧的就是承先启后的 中国书画艺术大师张大千古居。 走访台湾, 您绝对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艺术角落。